各位人 你們覺得一首歌的旋律重要呢 還是歌詞重要 認為歌詞重要的請到藍區 認為旋律重要的請到紅區 請選擇 康姆士有歌姓喔 康姆士分裂了 康姆士內部有問題 你們就棄主唱而去了對不對 對 因為主唱負責歌詞是 兩個新的主唱 我們今天是康姆西士 而且有些時候我們聽一些 就可能我們聽不懂的語言的時候 對 因為你會先注意到他的水 會更好引入一點 天賜的聲音官宣定檔 3月11號播出 除了之前已經官宣定檔的五位音樂合夥人 胡海泉 周深 張少涵 胡彦斌 蓋 還有幾位飛行嘉賓已經官宣 有飛行合夥人 蕭若藤 唐毅 阿雲嘎 西琳娜一高 吉克俊毅 陳毅涵 金润吉 梁龍 杏等 目前官宣的一共10位飛行合夥人 主持人也不再是胡海泉 變成了陳歡 所以這一季有5個音樂合夥人 不知道是如何與10位飛行嘉賓組合的 第一期的9位音樂合夥人 知名度比較高的應該是 阿雲嘎 西琳娜一高 吉克俊毅 尤其是吉克俊毅 在去年參加完浪姐2 一下翻紅 人氣高 各種代言音宗都多了起來 後面還參加了閃光的樂隊 不過相比於樂隊者的音宗 吉克俊毅不太适合參加天賜的聲音 畢竟閃光的樂隊是連續性的 而天賜的聲音是每一期獨立的 目前天賜的聲音注入了兩個新鮮的血液 一個是周深 一個是鈣 周深帶來的流量是有目共睹的 前兩季的收視率下跌 已經被很多的觀眾看在眼裡了 除了夜評人去炒作話題以外 基本全無看點 所以節目組請來了周深這位流量咖 第三季天賜的聲音 通過請來這麼多飛行嘉賓 就可以得知基本賽制沒有什麼變化 在官宣的樂評人中也沒有丁太生 所以從樂評人這個角度 要炒作就比較難了 只能是神奇的合作現場來提升熱度了 第一期的歌單如下 飛行嘉賓唱的有 《坑腔玫瑰光的方向》 《後來》 音樂合夥人唱的有 胡彦斌和未知每天愛你多一些 周深和未知普克琴 張少涵與未知 《孤勇者》 胡海泉與未知 《初戀》 《盖與未知》 《問風》 所以第三季與第一季不同的是 因為多了一位音樂合夥人 所以飛行嘉賓每一期也會多兩位 飛行嘉賓與音樂合夥人的選歌 都開始偏向熱門曲目 從《光的方向》到《後來》 再到《普克琴》和《孤勇者》 這些歌曲都是大熱門的歌曲 從最終兩量選手組合 可能最後剩下的歌手 可能是《吉克君毅》 西琳娜一高 姓 陳以涵等 最終這些飛行嘉賓 會和哪位音樂合夥人組合 還是一個迷 目前整體節目錄製保密很嚴苛 周深是一個備受矚目的歌手 個人認為會和一位高音的女歌手唱歌 可能是《西琳娜一高》 或者是《吉克君毅》 大家是怎麼期待組合的呢 《吉克君毅》 有沒有想過 穿越這片沙漠 《吉克君毅》 《吉克娜一高麗》 《吉克君堅》 《吉克君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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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賊我們》 大政定韓 《吉克君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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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克written시� rég burst submitted》 是錯 任不害怕 取守著 紅髮流浮到一場 無分是流水不航 煩熟著溫暖鮮 溫暖的生活 如一場光 飛光